作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中心 大兴国际机场周边 配备了一套完整的地面交通网 修建了五纵两横立体交通网 现在总共有高铁、轨道交通、 机场大巴和自驾出行 四种方式可供选择 方法一 乘坐轨道交通大兴机场线 草桥至大兴机场北航站楼17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17 全长41.4公里 共设草桥站、大兴新城站、 大兴机场站三座车站 列车最高时速可达160公里 草桥站位于南三环附近 19分钟直抵航站楼B2层 旅客出站以后 只需搭乘位于航站楼内的换乘电梯 就可以进入到航站楼的各个楼层 草桥站可换乘地铁10号线 换乘距离270米 换乘时间6分钟 方法二 乘坐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 搭乘高铁列车从北京西站出发 沿既有京九县到达里营后 就可以进入京雄城际铁路 先路过黄村站 接着就是大兴机场站 最快时速250公里 从北京西站直达机场 全程用时仅需28分钟 京雄城际大兴机场站的位置 与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平行 进站口都位于航站楼北侧的地下二层 从出站到进入机场最多只需要10分钟 方法三 乘坐机场大巴线 大兴机场还有多条前往市区 以及周边的机场大巴线路 六条线路通达市区西站 南站 宣武门等 分别为大兴计划开通 新航一线 大兴机场至北京站 新航二线 大兴机场至北京西站 新航三线 大兴机场至北京南站 新航四线 大兴机场至通州 新航五线 大兴机场至房山 和新航六线大兴机场至宣武门 夜航线 此外 大兴机场还将开通机场到宝定 大城 廊房 三河 石家庄 唐山和天津 等周边地区七条省级线路 每条线路每天将开行8班到20班 最大线路满足京津距离客往返需求 方法四 驾车前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从北京市内不同区域 前往新机场共有四条自驾高速路线 到达机场后 有东西两个停车楼方便旅客停车 地上三层 地下一层 共有4238个停车位 含630个充电车位 同时还有智能停车设备 极大提升旅客的停车体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